好 接下來我們把剩下來講一講 我們第一個講一個TAPER TAPER的話它是漸變 漸變的話它會有兩種 一個是錐形化 一個是曲線 TAPER TAPER 那它最簡單的一個就是把物件錐形化 錐形 你可以收間 你也可以放大 就做錐形化 第二個叫Curve Curve就是說你可以鼓起來或凹進去 那當然因為我現在segment跟不上 所以我回去微調一下 我可以鼓起來 或者是 凹進去 就是這樣來做 我們的一些變形 那其實不難啦 但是你要會應用 像給各位的一個範例是 另外 這種屋頂 另外這種屋頂 那你也要想想看 如果這種兩屋頂 如果沒有彎之前 它其實也只是 這樣子啊 你如果一開始做八角形 你到時候彎下去 是不是就八角形了 八角兩屋頂 對不對 只是我現在做四邊形 那我做一下給各位看好了 嗯 這個形狀我就不畫 這超簡單的 就只是幾個box 那做了這幾個box之後 我可以東西全部選起來 我加一個taper 加一個taper 那我上面要往內收嘛 收間一點 然後呢 那個客服的部分 我不是要鼓起來 我是要凹進去嘛 這樣就做完了 其他其實很簡單 那並沒有非常困難 就這樣而已 好 那 再來我們講 傾斜好了 傾斜其實 還蠻無聊的一個指令 我有一個物件 然後呢 我加一個指令是 傾斜 A S K E W 然後它重點就是 傾斜 就這樣 傾斜 啊然後呢 它可以有方向 可以有方向 那我說還蠻無聊 其實你FFD是就可以做 而且還可以自己玩得很開心 FFD 我往右拉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後我還可以 放大縮小 還可以旋轉 對啊 那個傾斜都做不到 好 那 所以FFD是我最喜歡的 好 再來球型化 球型化也蠻好玩的 我拿一個taper的來玩 因為它球 它的面數比較高 那 這球型化這個指令 一加上去 眼睛不要眨 一加就結束了 在這裡 Safiri這個 加上去就變一個球 就這樣 好 那它只有一個參數 0到100 0就是不變形 100就是變成 球 對啊 就是從圓形到球型 好 那 但是它不會破掉 最大就是球型 那所以 這個你可以拿來做 動畫的前半部 例如說 你要做一個公仔 肚子快爆掉 好 那你可以就做一個這樣 步步步步步步... 越來越大了 但是它不會破掉 它頂多就做到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之後 就還換另外一個碼頭 好 那任何都可以 只要你segmentommen 夠 anna 假設我的box segment也夠 segment夠 我就可以加球型 球型化 對吧 我也可以加球型化 這樣可以一樣 那個東西會做點球 然後呢 再來講mute 融化好了 融化就真的是融化 M-E-L-T 融化 強度融化 融化 然後它融化它蠻好玩的 它可以分好多種 冰塊的融化 這個是玻璃的融化 中間比較硬 July是果凍 果凍的融化 然後這個是塑膠 塑膠的融化 或者是你自訂 看你給它一個數值是多少 它就融化的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融化 它可以做成動畫 你可以錄下來的 那再來 我先講wave 波浪 我拿plane來示範會比較容易 預設segment不夠 所以 我先給多一點 好 我加一個叫做wave波浪 波浪的重點是這兩個值 這兩個值如果給的 一樣它會是正弦 大家看一下 這個值或者是這個值 那我先講一樣會怎樣 假設 這個給我 它就是一個正弦波浪 然後wave 長度在這個地方 波長 所以你可以很快做那個什麼 屋頂的那個透明的浪板 等等的 或者是 其他真的比較少用來真的做波浪 因為真的波浪太規律了 那當然你可以給 給中間高一點 或中間低一點 等等的 這個可以自己去調整 好 另外一個跟波浪很像的 叫做 聯誼啦 聯誼 聯誼參數也是一樣 一個這個 一個這個 兩個給一樣就是正的聯誼 例如說5 5 是不是中間就有一圈 那這一圈的重點也是波長 你可以讓波長小一點 或大一點 這一樣都可以做動畫 啪啪啪啪 好 點1 好 再來那個幾樣 SQ 這個擠壓 這個擠壓 這個擠壓就是一個強度 它是讓你往上 或往下去 壓 這個 說真的 我如果想做這個 我還是會用FFD 自己調 會比較容易 你知道這個參數就好 那還有一個叫 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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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拉伸 它就是同時拉跟它會有克服啦 會 同時有R或凸的一個效果 也是一樣 我還是會用FFD做 FFD比較容易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那Relax Relax 這個邊 可能 比較看不出來 拉 如果你有些有靈有角 你可以加一個Relax 這指令 那Relax 它會讓你的物件會比較平滑 稍微比較平滑 一點點 但是 真的要用這個的話 其實我們到後面講Poly 我們會有其他方式做平滑 不太會用這個Relax做平滑 好 那只差最後一個叫做 Slice切片 這個切片 比較好玩 它是這樣子 我這裡有一個物件 我執行一個指令 叫Slice 然後它會出現一個Plan 這個Plan 記得你要先去移動它 你要跟它講 你要切在哪 所以我要打開這個吃物件系統 才可以尋到SlicePlan 尋到SlicePlan之後 你可以去移動它 大小沒關係 你不要去縮放它 因為大跟小都無所謂 它只是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是無限大的 它只是示意圖 那旋轉是有差的 例如說我就想這樣 我等一下想斜切一刀 我等一下想切一刀 好 所以我把SlicePlan關掉 那我現在已經決定 我這一刀要切來這裡 那再來它就會問你 比較常用的是這兩個 你是要移除上部 還是要移除下部 對吧 或者是我只是要畫一條線而已 都可以 那你自己去決定你要移除上部 還是移除下部 所以像這個就是標準的切開來 切開來 那但是你可能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切開來 裡面怎麼都是空心的 對吧 都是空心的 例如說 來 我選擇Box 我也執行Slice 我也執行Slice 什麼東西都可以切齁 然後我執行SlicePlan 跟它講我上來一點 我打算切這裡 跟它講移除下部 來 移除上部 又切開來 裡面又是空的 那因為MAS的模型是基於Surface 表面模型 表面模型 表面模型也就是說 它中心本來就是空的 它不像CAD CAD是SARLE的模型 你切任何一個地方切下去 裡面就是死心了 那如果你想讓裡面填滿 可不可以 可以 這裡另外再交一個指令 也是Modifier 但是它不是變形類的Modifier 它就是補面 補一個面給你 根據你模型有斷面 有破面的地方補面 它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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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 CAD HOSE 封洞 把洞給封起來 CAD HOSE CAD 就封起來 但是你要注意 順序是有差的 你不要說 我先封再切 那是不是就沒東西了 對吧 我當然是要 BOX之後 先切 切完再封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 像剛剛的茶壺也是一樣 如果你的形狀比較特別 好啦我們不要拿茶壺 每次都拿茶壺 假設我的形狀比較特別 這個物件 我一樣可以執行 slice 然後打開slice plan 跟他講我要切在什麼地方 這個一切掉 是不是就這裡一大堆洞 如果不想看到這個洞 再加一個指令 CAD HOSE 它就封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洞的效果 那 堆堆指令的好處是 隨時可以回上一層改 隨時我可以回到這裡 跟他講 我要修改 隨時可以 這個也可以錄成動畫 這是可以錄成動畫 那我也可以隨時再回到這裡 跟他講 我想修改 半徑 我想修改 P值 或者是Q值 等等 全部都是隨時可以改的 好 那所以來 各位把剩下這些 變形類的指令 除了多一個叫CAD HOSE 這不是變形類的 來 把它自己玩一下 試試看